本專題特色有 1.利用細小的水滴來穩定環境濕度,減少發霉損壞 2.將收集到的資料以數據方式呈現 3.利用監視系統來查看菇類生長狀況,判斷是否要採收 4.將資料上傳至雲端,且連接應用程式,輕鬆取得菇料狀況 接著我們開始送電 電源提供給PLC,並藉由計電器來驅動負載 這個部分是我們的感測模組 手動時切換選擇開關來使電液動作 或者是自動時透過環境數據來判斷電液是否需要動作 首先是生長燈,利用生長燈來達成菇類生長所需要的光照度 接下來是排風扇,透過排風扇的動作來達成菇類排風的需求 接下來是灑水器,使用灑水器來穩定菇類生長所需的環境濕度 最後是循環風扇,透過循環風扇來更快速的穩定環境濕度 感測模組透過溫濕度感測器 及光照度感測器來獲得環境資料 接著根據資料執行程式 菇農可以根據種植的品種,利用按鈕來對濕度及排風進行條件的設定 我們可以藉由按下第一顆按鈕進入不同的模式調整參數 接著按下第一顆按鈕進入風扇停止時間模式 按下第二顆及第三顆按鈕調整動作時間 再按下第一顆按鈕切換到風扇運轉模式 第二顆及第三顆按鈕調整動作時間 按下第一顆按鈕進入設定開始灑水模式 按下第二顆及第三顆按鈕調整開始灑水的條件 再按下第一顆按鈕進入設定停止灑水模式 按下第二顆及第三顆按鈕調整停止灑水的條件 再按下第一顆按鈕回組畫面 ESP32利用網路找到該時區的標準時間 我們可以藏按第一顆按鈕來進行查看 最後藏按第四顆按鈕保存設定的資料 首先ESP32將收集到的資料上傳到新Speaker 進行分析以及整理 可以自行選擇呈現的方式 影片中我們使用圖表以及數字顯示資料 因此我們可以透過圖表看出 固寮內部溼度、溫度、溫度以及光照度的變化 另外我們還有使用指示燈來表示馬達的工作狀態 以及顯示工作的次數 此外在SenseSpeaker中還能夠進行其他的功能 我們使用了應用功能中的時間控制以及條件 根據設定做出對應的動作 首先建立要通知的事項 建立完成後按下編輯 設定要傳送訊息的網址傳送方式 接著再輸入要傳送的內容 按下儲存 進入到這個畫面後 我們可以前往右上角的網址來測試是否成功 那另外灑水次數的部分也是如此 為了不要讓孤類過度成熟 於是我們裝設了CAM板來回報孤類的生長情況 利用CAM板將影像拍下來 接著傳送到Light群組通知孤農判斷是否要採收 主持人的炭水 卻手不 laser agrade化等會指定 此外詞或 enfermüş 時米這個環境 叨輯之情 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